大家好,我是DOTA TOGETHER的BREGITA 今天的HERO SPOTLIGHT和大家看看Gyrocopter 矮人直升機,或者直接叫做飛機 飛機身為一隻敏捷英雄,不但後期能力有一定的保證 他在前中期都有相當不錯的作戰能力 可以說是一隻很全面的英雄 我們現在就逐一看看他的招 飛機的第一招叫火箭彈幕BROCKET BARRAGE 這招就是令到他早期都有作戰能力的原因 當你用這招之後,飛機會隨機到身邊一個敵人 持續三秒發射火箭 如果火箭集中射到一個敵人,會對他造成相當大的傷害 這樣被人射法真的不是個個都頂得順 第二招叫追蹤導彈Homing Missile 你可以用這招來向對面一個英雄發射一顆導彈 當然就會一路追著目標直到擊中為止 這樣就會對目標造成傷害和會傷害 另外如果一顆導彈飛得越遠,他也會飛得越快 對目標的傷害也會較高 不過那顆導彈是可以被敵人打爆的 第三招叫高射火炮Flag Cannon 這一招可以讓飛機攻擊他附近所有的敵人 不過就有一定的下數和持續時間 這一招對飛機是團戰的輸出有很大的幫助 另外如果你森林有stack野怪的話 這一招也可以幫你很有效率地去farm 飛機的大招叫召喚飛彈Coldown 會對目標範圍先後發射兩顆導彈每兩秒一顆 會對範圍內的敵人造成傷害和減速 配合第三招Flag Cannon 飛機在團戰的輸出絕對是相當出眾 飛機可以說是一隻集Gank 團戰和拆遷能力於一身的英雄 玩法也相當簡單暴力 打這東西應該是每個男性玩家都懂的 追著的人不斷射你也別說不爽 當然也要適可而止 如果沒有一定的裝備 他的團戰的持久力也是有限的 你真是打仗,這些時間上下彈 你以為你是Rambo什麼 後面機位人亡 打這隻英雄記得要懂得平衡打真軍 和增強自己能力的時間 才可以在戰場上進顯自己的恐風 相信大家都急不及待想去打直升機 走之前記得Like和Subscribe 另外每晚9-12 我們Twitch都會直播打DOTA 記得來看